这有粉丝私信说猴哥 18万的新款吹发R7能买 这里这车以前是27万9千9 对 老板实际上9万 你让老车主不得疯啊 我带你们来看 到底是不是这个车 喂 猴哥您来了 哎 您好 您好 我看看车 就这个R7 说这个车现在是18万 是这个情况吗 先看看车呗 这个车如果真是18万 真的太夸张 车长4米9 轴距2米95 妥妥的中发型体寸的纯电SUV 而且还是这个宁德时代的三月底 续航可以做到个五百期 这车是不是18万 你先看看里边呗 这里边看好多次了是吧 备受王蛇好听的这个巴赫座场 很有豪华感 你看这个门板调及 电动开门的按键 这个是真皮的包裹 中控三块大屏 这摸得到的地方 都是皮质缝线包裹 像无框车门 前后都是双重夹胶窝里 四个门都在电锡 营造的这种豪华感 真的是相当不错 还有呢 您前面这块是华为的ALSUV 路况新西都给你选择的清清楚 确实哎 很清晰很大 要么就在后排看看 前后排座椅这个方方面都很柔软 我们这个车呢 在人体工学上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还有这次改版非凡 花了10个亿打造的 弯域驾驶系统 好称天上弯流 地上弯域 如说高速就要横租 它可以快速的调整车身的姿态 来确保稳定性 车是不错 价值 2024非凡27 双中定摊就破了1万 入款的是18.99万起 部电池方案只要10万起 兄弟们 我这是帮你们表解清楚了 旁边这非凡FG也是 也有这个巴赫的贵宾护台 价格也挺像的 也18万多起 你们感兴趣的可以来试驾试驾 还有个问题 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工作餐吃啥的 中国不得留我们吃个饭吗 是吧 那还不是您说了算吗